什麼叫玉麒子? 那我們現在談談玉麒子到底是什麼物理衣 對古典物理來說 一個例子我們能夠確定它的位置 在某個時刻的位置 在古典物理是這樣子 但我們現在量子物告訴我們說 我們必須用破環數來敘述一個例子的運動 但破環數是不是有一個特定的X 或是特定P?沒有啊 破環數是個分布 它涵蓋所有空間的 就像這個涵數一樣 它涵蓋所有空間 對不對? 那我們怎樣去知道這指點的位置 我們怎樣去知道這指點的位置 我們就要用怎麼樣? 因為破環數是涵蓋所有空間 包括所有X 那我們就要知道 例子的位置的話 就要怎麼做呢? 就要利用它的 我再講破環數 所以我特別強 破環數已經包含說 栗子的運動的所有訊息做在裡頭 那我們要知道栗子的位置的話 該怎麼做? 就把栗子的位置 它呢 以後我們會講 有一個名稱 有一個名稱叫算乎 所以算乎就是數學運算 這樣清楚嗎? 我們要得到 我們得到位置的話 就把這個位置 位置這個物理量 對不對? 物理量所代表的數學運算 物理量 我再講一次 物理量所代表的數學運算 作用到這個破環數上頭 這樣清楚嗎? 那我們再做積分 就可以得到怎麼樣? 我們就可以知道 這物理量到底什麼量 其實用比較熟悉的話 講就是平均值的 這樣清楚嗎? 我就這樣寫 就相當的平均值 就是取它平均值 因為栗子的運動怎麼樣? 栗子是在所有空間 它都存在的 這樣寫什麼? 那麼取它存在怎麼樣? 的平均位置 假如是位置的話 我們在複習校 以前你們在學那個平均值 平均值是什麼? 平均值就是 比如說 我們用這個符號 我們用這個符號 來表示怎麼樣? 表示預期值 所以這個符號 表示說 X的位置的怎麼樣? 位置的預期值 或者平均值 這樣清楚嗎? 那我們知道平均值怎麼算? 平均值就是 X乘到後蘭率 後蘭率密度 這在那個統計率 你們在學統計的時候 應該都會學到 都會用到這個公式了 這是後蘭率 你假如乘在X的話 表示X的平均值 如果這邊是個能量呢? 表示什麼? 能量的什麼? 能量的比方 假如是位能呢? 位能的平均值 這樣會的嗎? OK 那現在我們把那個 把P 就是後蘭率密度 我們把它帶進來 就得到 那我們知道 這是 這X跟它也是X 所以它的位置可以變 因為它沒有牽涉到微分 沒有牽涉到微分 沒有牽涉到微分 所以這個位置可以寫到中間來 我們可以寫到中間來 等一下我跟你們解釋 為什麼要寫到中間來 對這個例子來說 你寫在哪裡都可以 X寫在哪裡都可以 你X可以寫在這裡 寫在這裡都可以 因為它沒有牽涉到微分 那如果是一個物理量 如果物理量是X的函數 如果一個物理量 如果某一個物理量 它是X的函數 例如說微冷 微冷就是X的按說 然後它預期指呢 這不應該很容易 對這個例子來 你放在這邊也可以 你放在這裡也可以 都一樣的 你寫在這邊也可以 但底下我講那個就不行了 這也就是我們以後就一起多放 我們講到以後就 我們用其他方式來表示 破完數的時候 就要放到中間去了 對這邊來說 對現在這個情形來說 你這個放在哪裡都可以 這樣牽涉什麼 因為他沒有牽涉到微分 這點有沒有問題 那我們再看另外一個 假如是動量 假如是動量該怎麼辦 還記得動量是不是物理量 動量是個物理量 對不對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寫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寫 能不能這樣寫 假如用平均指的觀點 能不能這樣寫 不行了 不行了 因為他牽涉到微分 還記得動量 動量是怎麼代表的 動量是等於 i h bar 對不對 動量是相當於這個 我們在前面倒過了 對不對 所以你如果放到這邊來的話 就變成這樣子 所以你如果放到這邊來的話 是不是這樣子 但這要對它為分 我們如果把這寫進來 把p帶進來 p的 是不是變成這樣子 要對這兩個為分 這圍出來是不對的 那為什麼不對 我們等一下 我看看 動量就不能這樣做了 因為為分要對這兩個 都要為分 其實我從單位因次 也可以看出來 你從單位因次 單位因次的也可以看出來 我們知道 動量是物理量 那我跟你們講過 物理量必須是什麼 物理量必須是數數 我再強調一次 以後我們會用 以後我們 這個觀念以後我們都要用 物理量是數數 所以 這個預詞值也必須是數數 那我們來看這個 看單位因次 這是什麼 永遠是什麼 永遠是數數 對不對 x也是數數 這個也是數數 但這邊有個虚數 所以這個量是什麼 這個量是虚數 所以能不能這樣做 不能這樣做 因為左邊是數數 右邊是虚數 這樣清楚嗎 所以我們對動量來說 我們不能這樣做 那到底什麼做呢 這底下我們要講的 到底要怎麼 什麼方式才可以得到動量 就是要擺到中間來 這也就剛剛 這也就為什麼把 把這個物理量擺到中間來 那對動量就要擺到中間去 這樣清楚嗎 那我們來看看 該怎麼樣去得到動量 動量的預期值怎麼算 我們要得到動量怎麼算它的 就是物理量 我們先從古典物理的公司 做到出發點 就是說 量子物理 在牽涉到物體 指點的運動的時候 還是要怎麼樣 還是要滿足古典物理的 這樣清楚嗎 所以我們知道 所以我們知道 動量是等於 質量成像速度 我想這大家都應該都清楚 這是普通物理的 對不對 那我們就利用這個觀念 我們利用這個來 但是在 因為我們先 那這告訴我們說 在 在量子物理前 我們就要換成怎麼樣 換成這個 因為在 觀察 我們觀察一個例子的運動 這是我們觀察到的量子 這是我們觀察到的 那你觀察到的量 還是要滿足什麼樣 滿足原始來古典物理的 好 那我們就用這個 我們就根據這個 好 我們根據這個 來把怎麼樣 把那個P找出來 那我們現在就把X X在這裡 在這裡 對不對 X在這裡 對不對 我們把它帶進來 所以我們就得到 這樣 那下一步 下一步就是 就對怎麼樣 對時間的微分 那我們就得到 好 好 我們就得到這個 OK 因為X不含有T X不是T的函數 對不對 所以我們 所以我們只有兩項而已 因為對X怎麼樣 X不是實際的函數 OK 那我們下一步就是要處理這一項 OK 還繼續 我們怎麼樣 怎麼樣 怎麼樣把這找出來 跟我們那個推導那個電流那個一樣 對 這起來粒子流 不是電流 我們粒子流那個一樣 我們帶去有Dunge Equation 好 那這公司我們都有了嘛 對不對 OK 我把這 這結果寫出來 就說你把那個Xodenture Equation 把Xodenture Equation帶進去 你就可以得到這個 得到這個獅子 OK 那Xodenture Equation裡頭有一個未能嘛 對不對 為什麼那一分消掉呢 跟我們在得到那個J 就是那個 栗子流量那個一樣的 謝謝 謝謝 謝謝